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佩博公民新闻报 台中地区没有一个正式的足球比赛场地 日前女足木兰联赛比赛的时候遇到大雨 观众和球员都是在大雨中比赛观赛 非常的辛苦 随着裁判的一身肖像 木兰联赛第11轮台中南京足场对战台北熊丹的比赛正式开打 但与此同时雨越下越大 来到太原足球场观赛的球迷朋友 一个个穿起雨衣 撑起雨伞 太原足球场它算是一个社区型的小型足球场 它周边的设备才是没有办法很完备 然后这么多进场的观众 如果下雨的话 其实整个在观看球赛方面 其实也不是这么的舒适 虽然我们已经进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尽管观众席区有帐篷遮臂 比赛太大 雨水溅到椅子上 不少观众只能站着看球 除了场边观众 在场上的球员与裁判们也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 球速因积水慢了下来 球员们的奔跑也因雨势变得吃力 每踢一脚都会带起巨大的水花 本次比赛场边设有连署台中新建足球场的摊位 许多民众都前来签名连署表示支持 我们想要一个球场 一个可以办国际赛的球场 有座位 这样子才能够让球迷都坐下来好好的看球 其实台中早在林嘉隆任内就已经推出新建足球场的计划 但却因政党轮替等政治因素导致计划变更 一拖再拖 台中需要一个足球场 不仅可以举办国际赛事 吸引更多球迷进场观赛 提供球迷 球员 以及工作人员一个舒适的环境 还能培养更多未来优秀的足球选手 台北市民生社区的延寿国宅 还被发现是海沙屋 居民饱受安全疑虑之苦 其中住户最多的这一区 想要改建却因为少数住户不同意 迟迟没有办法进行 让居民相当无奈 在民生社区内的延寿国宅 饱受海沙屋之苦二十年 延寿国宅这一区是六区中户属最多的区域 根据资料显示 现在这一区共三百三十六户 原本预计2019年便可开始动工新建 却一拖再拖 都跟卡关眼睁睁看着同样是海沙屋的国宅 已经盖好崭新的大楼 而对面的区域也早已拆除 让尚未洽谈成功的知名好无奈 因为我们这一区就人数是最多 户数有三百多户 所以会有几户有意见也蛮正常 但是对于不同意的住户 还有现阶段我们这个国宅有海沙问题的 危险疑虑的 我觉得政府跟不同意住户这边 应该要建立更密切的沟通的管道 不然的话为了这个三五户 然后影响了三四百户的人的这个权益 还有漠视这个危险的存在 我是觉得也是很不合理 管委会也表示 经过努力已经申请都跟168专案 期盼能加速审查办理程序 拆除旧屋盖新房 成全住户一个安全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